桃子姻日前受邀代言減重產品 雖然身為代言人 但也不忘提醒女性朋友們 減肥千萬不要減過頭 我不想瘦成竹片的人 老公也不允許 他覺得女人還是要有點肉比較性感 所以其實請大家稍微放過自己 然後讓女人鬆一口氣 可以輕輕鬆鬆的減肥跟飲食 不過就在先前曝光的廣告刊版中 出現全裸女魔 由於造型和桃子相似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桃子全裸 嚇壞一票人 很多朋友嚇到說 桃子姻你全裸拍廣告 我說我身體還滿漂亮 OK啦 OK 所以其實那時候拍的時候 我們就在攝影棚的時候 就有一些跟那個 就是假model的對戲 然後就是好像比如說女生 常常在自我檢視的時候 都會比較嚴格 然後希望自己好像出窗裡的model 另外隨著今年金曲獎的腳步越來越近 桃子姻已過去擔任多屆主持人的經驗 希望大家能多給主辦單位 和主持人鼓勵與支持 我其實還滿建議 就是媒體自己來做一次金曲獎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難度在哪裡 然後可能就不會加以苛責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常常遇到很多狀況是讓我們覺得 哇 巧富難為無名之吹 每每出席活動 桃子都是媒體追逐的焦點 話題十足 也難怪廠商總愛照他代言 不可能 covers 真不可能